由中資控股的香港亞洲電視 9月3日播出新聞焦點 批評反對國民教育科的學生 是破壞香港者的棋子被政黨利用 有關言論激起公憤 截至週四為止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已經收到4萬宗投訴 有政黨也到廉政公署抗議 去十名色明年成員 星期四到廉政公署抗議 批評亞視抹黑學生運動引起公憤 有長矛綽號的參選人梁國雄還批評 節目指學生是小長矛 有機會觸犯選舉條例 而在政府總部前的反洗腦集會上 也有觀眾手持反對亞視的圖片 廣管局表示 直到星期四投訴亞視的電郵已經超過4萬 據指此節目是由中共喉舌大公報前執行總編輯 現任亞視副總裁雷進斌主導 亞視新聞部總編輯冯兆林因不想配合其指示 9月4日閃電遞出辭職信 新唐記者梁珍在香港報導 中文明議員 中文明議員 谢谢大家